以烧鹅文明 过去大家吃饮茶点心时 可能只吃过牛肉肠粉 或是叉烧肠粉 但现在广东人 就连吃肠粉 也能够配烧鹅 而且看起来超级美味 以下是来自东莞的报道 东莞著名的荔枝木烧鹅 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肠粉也是广东的美食 如果只能吃一顿 要怎样选择 没错 不用蒸 不用伤脑筋 两样加起来变成烧鹅肠粉 东莞一家餐厅已卖烧鹅文明 老板打破叉烧 牛肉肠粉的传统 把肉汁丰富的烧鹅 也加进肠粉中 融合出不一样的口感 成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烧鹅肠粉一份70元台币 要吃得更豪华加180元 边吃皮脆肉嫩的烧鹅腿 再一口烧鹅肠粉 又是另一种风味 想节省一点 东莞也有不少肠粉店 卖烧鹅汁肠粉 大约32台币一份 虽然没有烧鹅肉 但肠粉也有浓浓的烧鹅香味 这里的肠粉店都有自选馅料 网友说有如吃包仔饭 想加什么都可以 以上是住香港